五十九岁的太宗皇帝是如何驾崩的 关于宋太宗的死 历史给出了什么不同的说法 敬请关注百家讲谈系列节目 宋太宗第二部制 太宗驾崩 至到三年 也就是公元九百九十七年的三月二十九日 宋太宗赵光义驾崩万岁殿 走完了他五十九年的人生立场 宋太宗的一生是一个和许多谜团相关联的一生 北宋初年的许多谜团 比如他的哥哥宋太祖之死 他的弟弟赵廷美之死 他的侄子赵德昭之死 都和宋太宗有关 所以人们很自然的会想到 宋太宗之死 是不是也有一团呢 他究竟是怎么死的 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 为您讲述系列节目 王立群读宋史 宋太宗第二部制 太宗驾崩 我们现在看到的比较可靠的宋代历史文献 两部 一个 续自治通鉴长编 对太宗之死 他做了这样一段技术 二月薪丑 尚不欲 始绝世与变变 人臣地不逝朝 鬼寺奔与万岁殿 什么意思呢 二月初六 上不欲 不欲是一个避讳的说法 古代皇帝有病 不能叫有病 称为不欲 就是这一年的二月初六 太宗已经感到身体不舒服了 不能上朝了 然后在哪处理问题呢 绝世与变变 没有正式去登朝 就在变变处理国事 这说明两个问题 第一 二月初六 太宗有病了 已经不能上朝了 第二 他病了以后 他并没有放弃工作 仍然在处理朝政 不过是在变变处理 人臣 地不逝朝 人臣是什么呢 人臣是三月二十八号 二月初六开始有病 到三月二十八号 已经不能够在变变处理 处理朝政了 鬼祀 三月二十九号 崩于万岁殿 这是长编的记载 我们再看宋史太宗记的记载 仁臣不是朝 鬼祀 追崩于万岁殿 宣昭令皇太子 旧前继位 世日崩年五十九 根据宋史太宗记的记载的话 仍然是三月二十八 不能上朝了 三月二十九 在万岁殿 病故了 然后太子继位 当时五十九岁 从这两个最可靠的宋代历史文献记载 我们可以看出来一点 太宗在临死之前 病了 长篇记载的更详细 病了一个多月 从二月初六 一直到三月二十八 已经不能处理朝政了 三月二十九 加崩 所以这么一个简单的记载 但非常明确无误地告诉 所有的 读宋史的人都知道 太宗是病死的 没有阴谋 没有凶杀 所以他的死 没有什么遗憾 那么他的死确实是病死的 但这紧跟着来的一个问题就是 什么病 什么病导致一个五十九岁的皇帝去世了 在我们今天看来五十九岁还很年轻 怎么会五十九岁就驾崩呢 所以关于太宗之史 我们看到的历来有两种说法 第一 见山而亡 第二 非因见山而亡 我们先说第一种说法 第一种说法 最有代表性的记载 是南宋王志的末记 末记 是一个笔记 这个笔记专门记录 北宋朝的 这个疑文义事的 在这个笔记中间 明确记载了 宋神宗的一段话 宋神宗 讲了这么一段话 太宗自燕京城下均溃 北楼追旨 谨得托 凡行在福玉宝器 敬畏所夺 从人公心 尽现末 古上中两箭 岁岁必发 起起天下 竟以箭窗发云 宋神宗 讲了一段非常重要的话 这里边提到 燕京城下均溃 燕京城下均溃 英灯指的是高粱河之战 太平新国四年的高粱河之战 这一战 宋军大败 宋太宗 大腿上 鼓上 大腿上 中了两箭 最终之死 是因为箭伤 这是第一种说法 这种说法 有文件记载 而且出自宋神宗之口 所以很有代表性 第二种说法 非因见上而亡 就不承认 他是见上而死的 为什么呢 因为研究者不赞成墨迹的记载 提出来了反对的两种意见 第一 正是没有关于建商而死的记载 第一正是没有记载 第二 墨迹本身有问题 首先说第一点 正是确实没有记载 太宗受建商 和因建商而死的记载 我们看长篇 看宋史 确实没有 第二 墨迹有问题 为什么说墨迹有问题呢 第一 墨迹本身是个笔记 笔记的记载 他记录一文一世 有很多小说的译文 就说小说色彩很强 因此人们怀疑墨迹的记载 有虚构的呈存在这边 第二 墨迹记载高粱和之战 他记载了两则材料 这两则材料 就有人做文章了 第一则 就是前面说的那个 宋神中所讲 太宗在高粱和之战 大腿上中了两件 这是一个 另一个记载是什么呢 太宗高粱和之战 出现了兵变 这是墨迹 唯一的 另一种说法的记载 他说出现兵变 兵变的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在灭了北汉以后 将士们都在等待着 太宗的奖赏 太宗没有奖赏 紧接着带兵 去打赢这个幽州了 所以很多将士不满意 发生兵变 兵变发生以后 幸亏 前处 他控制了后军 连着杀了六个人 然后太宗得以逃脱 关于高粱和之战 他记载了两件事 一个是太宗中了两件 一个是发生军变 太宗 由于这个前述的处理得当 所以他得以逃脱 所以反驳者就说了 既然存在着两说 那么为什么不能是前述控制后军以后 太宗就很安然的撤退了 他没有中间的了 所以人们就对这个问题提出来了不同的意见 那么这个不同意见 我们看有没有道理 我们先看正史没有记载这个事 正史确实没有记载宋太宗受伤 那么正史没有记载 是不是就一定意味着宋太宗没有中间受伤呢 不一定 不一定 因为这里有两点原因 第一 正史在记录的时候 大家要明白 历史的本质是书写 历史最重要的是书写下来 书写的前提是选择 写什么不写什么 书写者他有选择权 而书写者在选择的时候 他要遵循一个重要的前提 为尊者毁 你想想 记录宋史的这些人 记录原始材料的人 把皇上打得大败仗 中了两件差点丢了命这件事情 要写上去 多不光彩啊 这也不能够为宋代的皇帝所接受啊 即使说他是真的 他也不可能写进去 这就叫为尊者毁 所以我们说 正史没有记载 不等于没有 因为历史的本质是书写 书写的前提是选择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关于墨迹 墨迹确实不够严谨 墨迹是个笔记 作为笔记来说 它有小说的意味 但是你能不能根据墨迹的两个记载 一个冰变说 一个重见说 拿冰变说来否定重见说呢 不能 因为这犯了逻辑错误 第二点 墨迹记载的重见说 应当有一定的道理 因为墨迹在记载这件事情 我说了一句非常关键的话 张敏公为先子言 张敏公是谁啊 张敏公是宋神宗时期 非常重要的一个大臣 叫藤元发 宋神宗给藤元发 讲了太宗在高粱河重见的事 先子是对王父的一种称呼 因为墨迹的作者叫王志 王志的父亲叫王翠 就是藤元发把太宗重见的事情 告诉了 因为他给王翠的外形很好 告诉了王翠 王翠又告诉了王志 那么太宗重见的是这么一个线索 宋神宗告诉了藤元发 藤元发告诉了墨迹的作者 他的父亲王翠 王翠告诉了墨迹的作者 他的儿子王志 你看这个线索非常清楚 应当说这个文献的来源这么清楚 基本上是没有问题的 问题在哪 问题出在源头 宋神宗从哪得到太宗重见的消息 没有记载 这是唯一的漏洞 所以说我们根据现在我们看的文献来说 应当说墨迹关于太宗重见的这个记载 还是有一定的可好性的 高人河之战 宋太宗战败 他不是骑马逃跑 反而是坐驢车而逃 这是为什么呢 百家想谈正在播出戏的节目 宋太宗旨 太宗驾崩 59岁对于宋太宗来说 确实不是一个高数的年龄 关于宋太宗的死 从长边与宋氏的记载中可以看出 宋太宗是因地而亡 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也就是说宋太宗的死 应该是属于正常死亡 而是不是因剑伤复发而亡 这是宋太宗之死的焦点 那么在这一点上 还有什么可靠的史料吗 我们举辽史为记 辽史是齐丹祖写的国史 齐丹人写国史的时候 他最起码他写的时候 他不用为尊者悔 因为宋太宗不是辽国的国君 所以齐丹人写辽国的国史 写辽史的时候 他没有这种禁忌 所以在辽史中间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三部传记 一个 辽景宗的景宗记 一个 是叶律修歌传 还有一个叶律沙传 这三篇传记都涉及到 太宗重建的问题 其中 景宗记 是这样记载的 一年至卓州 卸乘驴车顿区 所以宋太宗狼狈的 一个人逃跑 跑到河北的卓州 最后坐了一个驴车 逃了 叶律沙传 至卓州 微服乘驴车 见到而走 又是跑到卓州 微服 换上老百姓的衣服 不穿皇上的衣服 然后坐了个驴车 抄小路 走了 辽史中间的三传记中间 两个传记都提到 太宗最后是怎么逃脱了 是坐着驴车逃走的 怪事了就是啊 大家知道太宗有一匹 宝马良居啊 叫碧云霞 那是宋太宗的宝马良居 这匹马 这个能争贯战 非常好的一匹马 而且这个马很通人性 太宗死了以后 这个碧云霞的马 就一直拒绝进食 最后就饿死了 很忠于他的主人啊 宋太宗有这么一匹好马 为什么他不骑马逃 辽史竟然两部书都说 他坐着驴车走的呢 只能有一种解释 那就是太宗逃的时候 坐驴车比乘马更舒服 更适合 为什么坐驴车更舒服呢 我们再看辽史的第三部传记 耶律修哥传 耶律修哥就是追杀 宋太宗的辽国主将 修哥已创 不能骑 轻车追至卓州 不急而还 所以耶律修哥因为 受了三处伤 不能骑马了 所以他坐着车 追 宋太宗追到卓州 追不上回来了 耶律修哥传提供了一个 一个信息 什么呢 当一位将领受伤的时候 不能骑马了 他就该坐车了 耶律修哥也受伤了 他去追那个宋太宗 因为他受伤 他不能骑马 坐着车没追上 车跑了慢 马跑了快 那反过来想想 宋太宗为什么坐驴车了 可能也是受伤了 那是不是说 鸟使这个材料 多多少少从反面 可以告诉我们一个 至少说鸟使记载 太宗确实受伤了 最重要的证据 他逃的时候 他都没有骑跑得最快的 他的那个 碧云霞的站马 而是坐着驴车 放弃跑得快的 逮捕工具 选择一个慢的 逮捕工具 为什么 那是因为更方便他 所以 鸟使有文献可以作证 这是第一 第二 长边也有相关的作证材料 长边有什么记载呢 长边在端拱二年 就公元989年 记载了一件事 说这一年 开封啊 发生大旱 从二月到五月 一直没有下雨 然后宋太宗就派人去查 那个刑御 因为古人认为 凡是添大汉的 一定是司法公正上出问题了 所以派了42个人到全国去 查这个 有没有这个冤案 宋太宗亲自查京城的冤案 这个命令公布的当天晚上 就下了一场甘霖 太宗太高兴了 就说了很多 怎么当帝王的事 其中 讲到自己的话 讲了一句话 晨期下药 尝以盐汤带酒 他说我晨期早晚 晨是早 西是晚 我早晚吃药 都是用盐汤代替那个酒 讲自己生活节俭 这就有一个问题了 什么病 需要用药的时候 需要用酒 他舍不得用酒 用盐 什么病呢 宋代 有一部著名的医书 叫虎前经 这个虎前经 讲到治疗那个 金疮之病 金疮啊 就古人认为 这个在战场上 被冷兵器 伤的 剑伤 刀伤 这些东西 叫金疮 要用怎么办呢 要用盐水 把那个伤口洗一下 再服药 当然 也可以用酒 太宗说 我不用酒 我用盐汤 说明他很节俭 那 我们根据 许动的 这个 虎前经的记载 太宗早晚 都要用盐汤 来 送药 说明 太宗有了 金疮之急 受过外伤 这一年 是哪一年的 这一年 是端广二年 九八九年 而这一年 离开 太平新国四年 那个 九七九年 已经十年了 宋太宗早晚 都要处理伤口 那么 长篇这个记载 太宗自己说的话 那证明 宋太宗 确实有外伤 酒鬼香泉酒 提示您 精彩继续 高粱和之战后 宋太宗开始重用方式 并且不断向民间收集药方 这是怎么回事呢 百家讲坛正在播出系列节目 宋太宗指 太宗驾崩 从公元九百七十九年 宋太宗高粱和之战中中剑 到宋太宗死亡的直到三年 即公元九百九十七年 这中间有十八年的时间 如果说 宋太宗的剑伤确实存在 并且是促成他死亡的直接原因 那么十八年间的剑伤折磨 对宋太宗 首先是身体无休无止的疼痛 同时也是宋太宗 一直挥之不去的心理噩梦 这种疼痛与噩梦 在宋太宗的形式作为中 不会不由所体现 那么在宋太宗的生活之中 有没有一些非常之举难 有没有了 我们看四点力政 第一 重用方式 方式也叫方济之事 高粱和之战以后 宋太宗重用了一批方式 太宗时期有一个特殊群体 就是方式群体 很受太宗的气重 首先我们从地位上看 这一批人 太宗对他们四个字 高官厚赐 第一个人 叫王德一 史书记载 王德一这个人有什么本事呢 以方济进 他就是靠着自己的方术 得到重用的 起不一 他是不一出身 而 赐赖胜厚 给他的赏赐非常丰厚 这个王德一 给太宗的关系 密切到什么程度呢 叙赐通鉴长篇 也有记载 我读一下 大家听一听 他跟宋太宗 关系到了什么程度 德一 常入队 尽忠 获至叶芬 颇敢言外事 又浅述人望 情力相往 为皇太子言 你看 这么一个方式 起自不一的 就没有任何 这个身份的一个人 竟然能够出入尽忠 而且能在皇宫之间 待到叶芬 待到很晚很晚 而且这个人在 太宗皇帝面前 毫无顾忌的谈论 外朝的事情 甚至于谈到了 立皇储的问题 立谁为太子 这都是大臣们 都不敢议论的问题 而这些方式们 竟然敢直截了当的 给太宗谈立谁为太子 你可见 谈的人心里一定有点 假如这个话谈完 他那脑袋就搬家 他绝不谈 他只有知道自己谈完以后 不会受到任何伤害 他才会谈 所以当他谈到外朝的事情 谈到皇储的问题 说明他和太宗皇的关系 非常密切 这是王德一 第二 从时间上看 方式被重用的时间 大部分应当说 主要是在太平新国四年 高粱河之战以后 我们再看另外几个方式 僧 茂贞 僧是个僧人 法名叫茂贞 这个和尚就很厉害了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 长篇这样记载的 九月 这个九月是重化五年 也就是公元 九九四年的九月 先是 有峨眉山僧 茂贞者 以述德行 这是叙述九月的事情 他前面用了一个先是 那就是说在九月以前 重化五年九月以前 峨眉山有一个僧人 峨眉山在四川 从四川跑到河南的开封 这么远的距离 峨眉山的一个僧人 茂贞 因为以树得姓 就是因为方树 得到了皇上的宠幸 这是第一个 时间 重化五年 九月以前 第二个 重化五年三月到九月 王德一受到重用 这个地方我们也看到了 九月 遗筹 宠一赴使王德一 求解官 幽招许子 重化五年的九月 那个王德一要求皇上 不要让他做官了 他要求回去 那说明在九月之前 王德一也做官了 时间也是重化五年的九月 为什么我们强调重化五年的九月呢 因为重化五年九月有一个重大事件 什么事件 就宋太宗 尽急招回了在青州任之州的扣准 把扣准招回来了 招回来扣准以后 太宗给扣准有一段对话 出 参政是扣准自青州招还 入建 上族 自发一事准月 清来和缓 这个重化五年的九月 宋太宗专门下令 把扣准招回来 任参政事 也就是任负载相 然后 当时 宋太宗的脚上的伤非常重了 他亲自撩开衣服 把裤头卷起来 让扣准看他脚上的伤 而且还说了一句话 清来和缓 你为什么来得这么慢呢 其实这次来 太宗是商量 历谁为皇太子的问题 他让看他的脚 那就说明太宗的病发展了 原先我们看到的记载是 大腿重剑 长期治疗不得当 由腿发展到脚 连脚都出问题了 所以让扣准看他的脚 这是重化五年的九月 你看 续自治通鉴长边 把这三件事都放在重化五年的九月 第一 招扣准来 撩起自己的裤子 让扣准看自己的脚上的伤很重 说明当时病了很重 这个时候 孙茂贞得到宠幸 王德一得到宠幸 就太宗的因伤 导致脚病最重的时候 这批方式都得到重用 那我们说这一个伤痛 如果困扰一个病人困扰18年 那么在这个病人身上得到了反应 第一个我们看到的重用方式 重用方式透露给我们一个信息 就太宗有病 身为皇帝都有病 一定有很多御医为他看 只有当御医给他看 看不好的时候 他才会想到方式 还有一个方式叫攀浪 攀浪是得到什么重用呢 是治到元年 就公元995年 在太宗死前两年 得到重用 他是个卖药的 也是个卖药的 懂得一些方数 得到宋太宗的重庆 这宋太宗的晚年 攀浪 方式能在皇帝面前这么受到重用 竟然能够谈到皇太子的 立谁的问题 说明太宗的病情相当重了 这是一个佐证吧 第二 编写一书 太宗朝一件大事 太宗朝编写一书有三大特点 第一 一书编写的开始时间 给太宗受伤的时间非常接近 受伤以后开始编写一书 甚至可以这样来推测 比如说 神医普旧方 就编于太平清国六年 太平清国四年受了建成 太平清国六年编了神医普旧方 还有一个太平盛会方 也编于太平清国年间 两部重要的医书都编于太平清国四年之后 第二 所设药方广博 编的药方非常广 当时的编药方主要有三个来源 第一 官藏药方 什么时间 太平清国六年的十月 宋太宗下令 把皇宫中存在来的 皇宫中存的历代药方 分类加以编撰 然后刻印 这是第一个 官藏药房 就是皇家的药房 第二 衣官家藏药房 因为 医术 在中国古代 是一个按家族流传的 包括天文 术术 有些东西是按照家族来流传的 所以很多医官他的家常的药方 他是不外漏的 不外泄的 是家常祖传秘方 太宗怎么办呢 太宗下令 所有的医生都要把你们家祖传的秘方献出来 然后分类编撰 第三 民间药房 皇家药房 官府的 医生的 家里私藏的 还不算 民间的 太宗下令 民间的 只要有药方了 都要献出来 只要献 都给将上 而且按县的药方的多少 来将上 如果愿意到京城来 谁愿意到京城来 那么你只要带着药方 你当地的县 要给你提供派专车 还要沿途着旅馆 一律招待 一个县一个县的接送 一直给你送到京城 县一方达到200卷以上 要给你个出身 要做官了 如果你有官的 那么要增加你的官方 提高你的官的等级 这样一来 这在中国历史上 非常罕见 这里边 应当说有两种因素在里边 第一 搜集 整理 中国古代的 医学 这是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 就是为自己找 治疗 筋疮的 药方 酒鬼香泉酒 提示您 精彩继续 宋太宗生前 围绕着皇室继承问题 大宋皇室内部 已经暗流涌动 最有希望的赵元熙 一夜之间散影 敬请关注 百家讲谈系列节目 宋太宗下部之 步步惊心 从宋太宗对方济之事的态度 以及方济之事被重用的时间 可以看出 宋太宗回到警场之后 他的建伤并没有根治 而为了能够彻底根除伤痛 病激乱投医 在寓医之外 宋太宗就任用一些民间之人 依旧能够恢复健康 而后为了治疗建伤 宋太宗就在民间大量收集药方 中毒的药方在较短时间内收集起来 极大的提升了太宗一场的医术 而且宋太宗也成为了治疗金疮的能手 那么除此之外 宋太宗还做了什么呢 第三 大修四冠 太宗时期修了大量的四和冠 四是佛教的 冠是道教的 太宗修佛教四冠呢 修这个四冠的有三大特点 第一 是福四道冠齐抓 不管是佛教的四 道家的冠 一律中是同时修 第二 数量多 当时北宋的京城开封 主要的寺院 有启圣禅院 庙诀禅院 太平新国寺 开宝寺 天清寺 景德寺 普安院 等一辣批 光一个京城开封 就一辣批 道观 有上清太平宫 太宜宫 上清宫 太清观 灵仙观 寿宁观 洞真宫 也是一辣批 修建这么多寺院 道观 第三 规模 像开宝寺的灵感塔 天清寺的西斯塔 白云阁 规模都相当大 以至于多年之后 太宗去世以后 北宋有一个官员 叫王一称 我们前面讲过这个人 王一称上书还提到 寄起豪费 何至亿万 光修这些寺院 道观 花的钱 不计其数 而且 太宗死后 他的小女儿 申国公主 孝法 孝法为妮 出家为妮了 说是偿还他父亲的 敬佛之心 其实 宋太宗 敬佛 也敬道 其实佛道 他两家都敬 他敬的目的 在不在于 信奉他的教义 太宗的 这个敬佛 敬道 主要在于两点 一个是治国 一个是疗伤 就治疗自己的伤病 所以他这些寺院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最大的寺庙 都是高粱和之战 以后修的 再一个 高粱和一战以后 不久 他就集中修了一批的寺院给道观 比如说太平清国五年 开始整修五台山和峨眉山的寺院 这么大规模的修建 很明显 是希望佛祖和道教的这些诸神们能够保佑他尽快恢复伤痛 再一点的就是宋代还流传的一种社会风气 就认为 就认为敬佛对疗伤很有好处 比如说宋代流传的一部非常有名的笔记 叫瓮边贤平 他记载了个小故事 说有个老太太 得了病 这胳膊疼一直治不好 这胳膊疼治了多年一直治不好 然后他的儿子最后想了什么办法呢 他儿子最后想了个办法 就把那个京城开封的各个佛寺里边 他去看了一下 凡是看到那个断胳膊断腿的那些菩萨 他逐一的给他修复好 结果他还没有把京城所有断胳膊断腿这些塑像修完 他妈的这个胳膊就一点都不疼了 说明给修那些泥胎的塑像显灵了 所以这个故事说明 他也从大规模的修建佛寺 是和当时整个社会流传的一个风气有关 认为敬佛信神可以治疗好自己的伤痛 第四点 烧炼丹药 中国古代文人官员上至皇帝 信奉丹药的 愿意吃丹药的非常多 因为认为丹药有两大好处 第一 延年益寿 第二 欲化成仙 所以吃丹药的人非常多 但是大家知道 这个丹药在宋代的流行 宋代人也意识到了 它有两个方面 吃得好对身体有好处 吃得不好可以中毒而死 那么太宗之死 是不是和吃丹药有关呢 我们讲一个人 有一个方式 就我们前面提到那个攀浪 攀浪确实是太宗晚年 他是知道元年到太宗身边的 这个人是专门炼丹药的 太宗死了以后 他怕被杀 他就逃了 但太宗之死 其实和他并无关系 因为他是想拥立 太宗的另外一个 就是长子 赵元佐 继承王位 没有成功 谓罪前逃 其实和太宗 负担药没有关系 也换句话说 太宗之死和负担药 不是负担药之死的 所以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出来 太宗 从高梁河战 到他病死的18年之间 他的剑伤 一直没有治好 我们从文献的记载 和相关的太宗的表现 可以推测出来 太宗的剑伤 由大腿到小腿 由小腿到脚 一直在发展 最后是因为这 夺取了他的生命 当然 太宗此事以后 最重要的问题 是大宋的江山 需要有人治理 太宗的儿子比较多 他有九个儿子 这九个儿子中间 该选谁来继承皇位 这让宋太宗非常纠折 那么 太宗最终确立的 皇位继承人 到底是谁 请看下集 步步惊心 谢谢